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1月28号到12月2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赴上海考察 先后走访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 民航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新华社在他的通稿当中说到 习近平这一次到上海 深入调研金融科技跟民生工作 释放出鲜明的信号 3月在返金途中 则再前往江苏沿城来考察 综合媒体报道 习近平强调 上海要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跟科技创新中心 等五个中心的重要使命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城市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中 充分地发挥龙头带动 跟示范引领作用 意后中国经济复苏坎坷 外资信心不足 有分析认为 它此行是为了要提振公众 对改革开放 跟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港媒认为 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 最高领导人的外出考察安排 往往都有讲究 最高领导人去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候去 发表什么讲话 经常是外界观察 中国政治走向的窗口 11月28号到12月2号 习近平上海之行 在一定程度上 应该是为了 二十届三中全会来定调 官方对习近平的上海型 一片畅好 但是民间显然不这么认为 可以看到习近平为上海的定位 是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听起来十足的高大上 但是中国金融知名 财经分析师老门 11月底发表一篇题为 上海经济有多惨的文章 再次的在网络上热传 文章认为 上海的经济就是一滩死水 这篇文章的疯传 显示出人们大大的怀疑 习近平是否对上海 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现状 是否有足够的现实感 法广整理报道 这篇网文引述了许多 经济数据写道 今年以来 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金融数据指标 那就是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存款 完全丧失的增长性 非银金融包括了保险 证券跟信托等等 2022年底 全国非银金融企业的存款规模 是24.04万亿元 到了今年9月份 则为24.23万亿元 增幅仅为0.8% 而这种微弱的增幅 堪比股灾 非银金融机构手里的现金 就是中国金融投资领域流动性 是否充沛的具体表现 2016年非银金融企业存款 出现了负0.69%的负增长 就是受到2015年股灾的影响 非银金融企业的流动性严重不足 2021年出现了高达22%的增幅 这一年全世界都在新冠之下苦苦挣扎 唯有中国维持了产业链的完整 股市也因此出现了一波上升 股指涨到了3700点 而到了2023年 非银金融企业手里的资金补债增长 这恰恰就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正在剧烈萎缩的表现 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之所以萎缩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市场上所有的流动资金 都被地方债的化债工程给抽干净了 股指因此一直在3000点的位置上苦苦挣扎 今年地方债的还款压力 已经抽干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明年恐怕会更加的惨烈 非银金融机构手里的现金储备 一定会大幅的萎缩 所以金融市场不会有任何做多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 在关键性的金融数据上 其非银金融企业存款增幅 仅仅只有0.1% 连全国的0.8%的微弱增幅都比不上 距离负值只有一步之遥 考虑到11月跟12月份地方债的缓债压力 预计上海的非银金融企业存款增幅 一定会变成负值 而只要变成负值 就意味着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已经被抽干了 金融业创造的税收 占了上海全口进税收收入的比值 一直都维持在20%左右的比例 根据上海市税务局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创造的全部税收收入为14972亿元 比去年同比增幅仅仅为2.84% 而全国前三季度的税收收入增幅高达11.9% 上海的这种税收增幅已经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 由于资金正在疯狂地通过香港出逃 广东前三季度实现的创扣进税收增幅只有3.9% 而上海的税收增幅显著落后于广东 上海经济在今年以来的衰弱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 高利国际发布今年第三季度上海写字楼市场报告显示 上海写字楼的空置率预计全年将会上升到21.6% 上海有超过两成的写字楼空置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三线城市 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背后 是曾经在上海一租就是半栋楼的境外金融机构 正在集体收缩 乃至于直接关停中古区的业务 近两年来关闭了上海办事处的境外金融机构有 荷兰银行、花旗斯人银行业务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摩根斯丹利、加拿大基金、贝莱德、穆迪、先锋领航等等 对于这种现象,上海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来应对 甚至于全都不敢尝试进行任何的挽留 金融如此的衰败 写字楼空置率猛烈的上升 上海的经济当然就是一滩死水 相较之下,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 莫非就是批发跟零售行业 也就是商场的人气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指出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批发跟零售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十 但是为了要补足税收的缺口 上海的商家依然艰难地多交了百分之九点一的税 这种釜底抽薪的情况 对上海的商家们来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今年以来,熬过了前三年的商家就集体熬不下去了 一月底,南京路的上海置地广场关门大吉 八月底,徐汇区的太平洋百货也彻底关门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的数据指出 三季度上海购物中心的空置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一 远远高于2019年底百分之五点四的空置率水平 文章认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要优先放给在地方债务续命之上 而这必然意味着金融行业丧失流动性 并且将整体走向死亡 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会义无反顾地离开中国 对于上海经济来说,这都是不可承受的 对于中西部那些高度依赖上海财政转移支付的省份来说 毫无疑问的,这将是对他们的一个当头棒喝 并加大他们借债的难度 这将成为惨烈的恶性循环 今年以来,美中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对中国经济跟金融市场的影响显露无遗 包括在今年夏天,美国拜登政府限制美国企业 投资某些高科技领域的中国企业 10月份还对中国祭出了人工智慧AI芯片 跟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来防止这些技术被中国解放军给使用 综合媒体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之际 国际投资人纷纷涌入中国来淘气 当时他们还不怎么在意地缘政治的风险 如今这一类风险已经成为了投资人购买中国股票等 金融资产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并认为投资中国从未这么的危险过 高盛更是预测在这遭的情况下 国际投资人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此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指出 全球投向中国的外资出现历史性疲软的迹象 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 更是处于记录的地位 全球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弱 外企持续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别的地方 就连来华的留学生跟游客都在大幅的减少 种种的迹象都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感到忧心忡忡 报道分析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经济依然疲软 第二是一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再感到安全 无论是财务上还是就个人来说 首先要看看外资流出的情况到底有多糟 报道形容是非常的糟糕 上个月观察人士曾经预测 中国政府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将表现疲软 但是即便是悲观主义者也对该数据感到震惊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 这是中国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此类的季度负值 该指标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包括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流存收益 大多数的分析师将此归咎于去风险化 但是另外一些因素也使得局面雪上加刷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拉迪表示 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不仅拒绝将其收益进行再投资 而且有史以来首次大量净卖出对中国公司现有的投资 并且将资金会回到母国 正如高盛集团所说的 随着中国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 而中国以外国家的利率在更长的时间里面保持较高的水平 资金外流的压力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中美紧张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这种局面导致了投资者更加的谨慎 但是中国还关闭了一些外国咨询跟禁止调查公司 这些公司对于潜在投资者跟外国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帮助后者了解到风险 以及其他企业跟政策因素 以便做出投资的决策 中国有关部门先前突击检查了 美斯明智集团跟贝恩公司等多家美国公司的中国办事处 并且拘留了一些当地员工 另外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也不再能够吸引像以往那样的购买量了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股价已经大跌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2021年有3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总计筹集了126亿美元 到2022年则分别奏降了14次IPO跟4.68亿美元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了监管的不确定性 跟中国企业在国内的表现疲软 西方建议企业降低依赖于中国供应链风险的呼声 在全年盛销程上 情况变得如此糟糕 以至于中国国家总理李强 在11月28号发生反驳西方的这种看法 李强在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说 中国将积极推进跟各国的产能跟产业供应链的合作 他还说外国企业需要更加的警惕保护主义 跟不受控制的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跟风险 另外就连去中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也在减少 2019年有超过1.1万名美国人在中国学习 而根据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指出 这个数字今年已经降到了350人而已 中国正在试图阻止这些资金外流 甚至可以说是解禁权力 今年8月中国宣布了一项24条政策措施 来吸引外资并且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 特别是在科技跟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 中国表示将未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 拓宽外资流入渠道 但是几乎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 随着外商投资的持续萎缩 中国官员做出了更多表态 在不久前宇宙金山举行的亚太金和组织 IPEC峰会上 习近平亲自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表示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地保障外商投资企业股民待遇 他还表示中国将推出更多的举措 优化外国人来华跟停居留政策 着力地打通外国人在华使用金融 医疗互联网支付等服务的堵电 但是同样没有提供太多的细节 对此布兰迪斯大学国际金融教授佩特里说 相关这些问题太大 而中国的补救措施力度太小 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他说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是许多美国公司撤出中国的原因 而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多年的总体积极环境 所有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眼前的短期经济挑战 中国近来陷入建政以来最艰困的境地 内外交困的总境迁所未见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虽然夺得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权力 但是却被现今的男举所困 近来可以看到海外自媒体广泛地谈论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一席化 为包雄来辩解 强调习近平看似像历史倒退的政策 实则是为了要最彻底的政治改革 为习近平来护航 甚至此前习近平的母亲其心也罕见的露面 笑谈家庭的温馨相处细节 母亲跟包地先后出面造势 试图要为习近平的现况来解困 时事评论人士严纯沟在其脸书页面刊的文章 指出习远平为自己的哥哥来辩解 听起来像是习近平有莫大的鼓中 好像他的真正底牌并非十年的大倒退 而是为了最终更大规模更彻底的政治改革 不得不经营一番维护中共极权的假象 以此来骗取党内保守势力的信任 取得到信任之后才能够更大胆的改革 这是习近平版的韬光养晦 但是作者指出 目前中共政治看不到有大右的迹象 因此认为习远平无非是在博同情 文章回顾中共历史 却有从大左到大右的转折 毛泽东大要进搞得名不聊生 刘少奇搞三字一包就回来 毛泽东搞文革搞到国困民穷 邓小平搞改革又就回来 但是他提醒读者不要忘记 这些都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他并回问读者能否想象 毛泽东为了要搞资本主义 先去搞大要进 然后再回头搞三字一包吗 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文革了 作者甚至重怕批评 一个人要蠢到什么地步 才会如此跟自己过不去 一般只要内心的底色是改革 那么在前人改革的基础上往前走 不是最省心的事吗 前人改革已经有党内的共识 那些成果保守派也已经接受 至少持赢保态是非常安全的 也无需因此来承担政治的后果 那么又何必把前人改革的后果都摧毁掉呢 以此来取悦党内的保守派 作者以习近平接手后的中国状况为例 当时中国的经济一片好景 中共如日中天 只要他有心改革 不要轻脚私器压迫外界 不要搞战狼外交跟美国翻脸 像胡温一样 各处改一点 往回走一点 那对中国的现况不会产生致命的伤害 至少中共的命还会长一点 文章接着指出 先大左后大右指的是党上有自我纠错的功能 一条路线被实践证明是错的 党内明知的力量 主动出击纠正原有的错误 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自我纠错 当然也有可能 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为了执行正确的路线 先是大力的推动一条错误的路线 等到错误众生了 眼前是深渊了 然后再回头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文章认为那不是做事 那是摆明了要搞死自己 而与其搞死自己 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搞 再说习近平千军万马当中冲杀出来 升到党内的最高位 已经做了十年 他甚至还打破党内几十年的规矩 取消了任期制 准备要自认永远的领袖 那像是没有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认可 还要继续向左大权推 以此来向保守派表中吗 文章直指当然不是 习近平在倒行逆施时 从来都是手起刀落 好气甘云 只要稍有撤走之余 他就会稍微忍手 观言察色 走一步看一步 以免遭遇埋伏 之所以最近才曝出党内的老人帮群起而公知 不是因为他不能做 不敢做 而是因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过分到中共政权难保 这才使得党内出现反对的声音 因此文章认为 习远平的短文 如果是真的的话 也只是博同情逃避责任的托词 至于什么好戏在后头 又要全民直选 又要办法制 那都是画在墙上的大饼 而对于画在墙上的大饼 他指出 香港人看了一国两制的大饼 判了25年 看到今天却成了监狱的铁窗 白白流了25年的口水 文章认为 习远平的短文 是不是反映习近平在党内的处境不妙 党内有没有人反对习近平 会不会导致习近平下台换一个人做 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家的事 唯有中国人反不反习近平 反不反中共 那才是其他人需要担心的事情 除了习远平发文护航包凶之外 中国官媒央视11月26号 开始播出了最新制作的纪录片赤城 来纪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 中共革命元勋习仲勋诞成110周年 习仲勋的遗孀现年97岁 九位露面的齐心也出尽受法 强调习仲勋对子女有要求 绝对不能够翘尾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赤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制作 总共有六集 而齐心在最后一集的赤子情深 罕见的露面受访 戴着眼镜 身穿讨粉色上衣的他精神抖擞 侃侃而谈与习仲勋的往事 并且展示多张梁老跟习近平抗力的合照 部分相信是首次的公开 片中齐心引述习仲勋的话 自称不仅是个好父亲 而且还是个好丈夫 对孩子们有要求 不能够翘尾巴 干部子弟优越感 这是世人很讨厌的 比植物 比父亲的植物哪个高低 这些都是翘尾巴 片中还披露了习近平给父亲的拜授信 2001年10月15号 习仲勋88岁的生日 亲朋好友前来为他助手 却独缺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于是习近平写了一封拜授信 信中称赞父亲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您热爱中国人民 热爱革命战友 热爱家乡父老 妻子儿女 您用自己博大的爱 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习仲勋看爸表示非常的理解儿子 并向亲友们说 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笑 其心罕见的出面 营造习近平家庭温馨共处的画面 转移公众对眼下中国经济停滞的注意力 再加上习远平为包修的护航辩解 是否真能够为习近平目前的施政困境 起到一点帮助呢 仍然有待后续的观察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台高竹的万达集团持续的抛售资产 万达电影公告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以及实控人王健林 你将51%的股权 转让给上海入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对此网民纷纷表示 许家印被捕之后 老王也扛不住了 综合媒体引述万达电影6号发布公告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 北京恒润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林 三方你将其合计持有的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转让给上海如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而万达投资是万达电影的控股股东 如果上述事项最终实施完成 将会导致万达电影的控制权变更 中国如意背后是腾讯 股权转让完成之后 腾讯将成为万达电影实际控制人 王健林的万达时代宣告结束 万达电影目前控股股东为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超过两成 万达集团跟王健林 在今年年中频频传出财务困难 7月三度出售万达电影的股权 出售对象包括了国内知名电影投资人 克利明掌握的如意系 中国如意的受控制结构实体上海如意 当时以22.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买下了北京万达投资的49%的股份 为万达提供救济钱 今年10月 万达又悄悄地转让了 上海州普万达广场 跟广西北海河普万达广场 接盘人为大家人受保险 而在几个月之前 万达将上海松江万达广场 江门抬升万达广场 青海西宁万达广场的控股权 转让给人人保险 也就是说 从今年开始 万达已经退出了五个万达广场 此外万达地产旗下武汉子公司 万达东湖地产 也转让给了中国华融 万达的债台高筑 根据大连万达商管集团的财报显示 今年第一季其短期借款68.04亿元人民币 年增百分之1450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性负债 730.37亿元人民币 年增338% 然而公司持有货币资金为 304.67亿元人民币 远远低于短期的债务 大连万达的短期负债之随即增 是因为2021年将部分的业务 分拆成立朱海万达商管 王健林推动朱海万达香港上市 引入了碧桂园、腾讯、蚂蚁等 22名明星投资人 投资380亿元人民币 报导说 当时万达跟投资人签订了对赌协议 保证朱海万达能够在2023年上市 如今三次申请IPO皆告失败 而目前距离限期只有不到一个月 届时投资人有权要求公司回购股权 涉及到赎回的金额 可以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 势必会对万达造成严重的流动性压力 万达需要回购股份 或者支付现金来补偿 如果朱海万达未能够上市 恐怕将重演恒大 2020年借壳深深房回归A股失败的局面 而王健林也恐怕将如同许家印一样 遭到投资人提告而沦为被执行人 根据报道 有知情人士曾经对中国媒体表示 王健林出售资产是为了要筹促资金来偿债 保证零违约 而万达商馆的现金流也实属紧张 截至2023年6月底 万达商馆合并口径有息负债为1412.83亿元 其中一年之内到期的有息负债为292.57亿元 而同期万达商馆的现金 以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46.92亿元 同比大幅减少53.44% 不足以覆盖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 今年5月市场传出消息指出 万达集团正在跟中国国内主要银行商讨 境内贷款的无还本续贷方案 核心的诉求在于希望修订原有的债务偿还条件 来延长境内借款的本金偿付时间 万达集团的这个举动 被外界视为公司的流动性压力已经非常的严峻 而王健林本人也曾经在内部的会议上谈成 万达确实遇到了阶段性的困难 王健林频繁的出售资产引发的热议 网民纷纷表示这没办法了 还不起300多亿的对赌腾讯媒团的债务 上市又上不了 没办法了 只能够出让股权了 之前也把万达旗下的酒店都卖了 看来老王这日子不好过了 还有人提到许家硬跟马云的前例说到 老王也扛不住了 随着许皮带马爸爸的落幕 看来老已被创业阶级层面要重新洗牌了 中国财政部6号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境内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计划要扩大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 将股票类投资占比拉到40% 下调管理费率等等 外界解读国家对救市意图 此前中国因为地方债跟地产危机升温 一度危机到社保基金 现在又传出政府将扩大社保基金投资范围 进入股市来救市 引发外界的担忧 综合媒体报道 6号发布的相关文件 共计10章58条 立法明确社保基金投资范围 投资比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等等 这份管理办法 扩大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 包括ETF等 纳入到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 明确股票类股权类资产最高投资占比 分别可以达到40%跟30% 考量到社保基金规模大 已经有投资规模效应 将会适度的下调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的上限 对此中国媒体以重磅利好 来形容社保基金的最新政策走势 证券时报6号引述分析人士的看法指出 在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之际 财政部发生意味深长 社保基金被视为国家队 加码A股的号角已经响起 10月底社保基金理事会也表态 坚定要做多中国资产 5号中国A股三大指数 户指、升值跟创值 开盘之后持续走低 一直到收盘 户指更是再度的跌破3000点 收盘2972.3点 升值跟创值跌幅更是将近2% 户指这一次则是时隔一个半月 再度失守3000点 中心经纬6号报导 引述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肖的解读指出 下调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上限等做法 可以减少投资过程当中的消磨 有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跟增值 这也是对于目前资本市场的明确表态跟重大支持 而证券中国6号报导则提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战行办法 实施超过20年 其中部分的内容是给予社保基金成立出其特点所定定的 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的金融市场发展 跟社保基金投资管理的趋势 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整理跟修订 而社保基金拟入场就事的消息传出之后 也引发了疑虑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地方债务风险蔓延 跟房地产市场急速的降温 全国社保基金也亮起了红灯 7月国有远洋集团成为了又一个出现债务危机的地产企业 股债都急跌 而社保基金正建议公募基金投资管理人 减持民营地产商的债券 以及部分高风险成投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当时国营远洋集团的财政状况 引发社保基金的担忧 远洋集团未长付到期的债券利息 严重地动摇了资本市场对远洋集团的信心 导致其债券价格大幅的下跌 穆迪跟惠玉也下调了对该集团的评级 远洋集团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名列前茅 是恒生综合指数跟中国国有企业指数的成分股之一 并且在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当中排名第17位 两家重要的国有企业 中国人寿跟人保 是远洋集团的主要股东 掌握着其控制权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 竟然陷入到了债务危机 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 财经评论员严宝刚表示 过去几年来 中央推行共同富裕 以及房住不炒的政策 压抑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导致房企资产负债表衰退 偿还债务似乎成了房企的重点 企业根本顾不及企业的盈利 居民也只能够增加储蓄而不来买房 对此彭博社报导指出 社保基金下最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 持有大量远洋集团的债券 现况引发关注 消息人士指出 社保基金只是投资管理人 一旦低于95%的面值 即要重新损失所持有的高风险组合 资产总额达到3万亿元的 社保基金当中 有大约4,170亿元投放在证券投资 当局目前陷入到两难当中 社保基金的债券抛售 可能会进一步地加剧市场动荡 并且引发恐慌 但是在地方债务持续加剧 以及地产商不断爆雷的情况下 维护养老金资产来保障社会稳定 格外的重要 社保基金主要的任务 是要满足养老保险等 社会保障支付的需要 但是过去几年来 中国多地传出无法全额支付养老金 尽管北京当局现在正在采取 积极预防的措施 然而债务的风险并没有那么容易化解 根本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根据荣鼎集团的一份报告 截至2022年底 地方政府的城投债规模 达到了惊人的59万亿元 大约占到了GDP的50% 加上其他气势业单位所产生的隐形债务 总债务规模达到了GDP的100%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债务 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跟低通胀的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 中央政府将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 此前央行下调了常备借贷便利利率SLF 向市场来释放流动性激活经济 央行有望继续降低利率或者是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届时债务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 到了2027年 中国债务规模将会占到GDP比重的大约150% 远洋集团的大股东中国人寿跟人保 目前已经成立联合工作组进驻到远洋集团 一旦远洋集团的债务问题未能有效化解 该危机很有可能引致系统性的风险 保险业也将会受到牵连 在今年初正受一件地方融资公司也出现了违约 该事件最终采取了跟银行妥协的办法 也就是其债务分摊到25年缓期 严保刚表示 这其实就是由银行化解的债务危机 如此一来债务风险转移到银行 银行将会持有大量的不良资产 他还表示如果两大国资股都没有办法 承受远洋的巨额债务 最后远洋的债务或许会以同样的方式 来由银行化解 如果是这样 这将会对中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不断高企的银行坏账 将会对整个民生跟利益保障造成影响 5号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目的 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调为负面 并警告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房地产行业危机等正在加深 有学者指出 此举将呈生连锁反应 进一步的阻碍中国的经济复苏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路透社报道 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目的5号宣布 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 但是将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 莫迪在声明当中指出 此次的降级反映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中国当局不得不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跟国有企业来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援 这对中国的财政跟经济状况 构成了下行的风险 莫迪还表示 对中国的评级展望调整 还反映出了与结构性跟持续较低的中期经济增长 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缩减相关的风险增加 莫迪同时也预测 中国2024年跟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将会放缓到4.0% 2026年到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平均增长仅为3.8% 莫迪的上述评级展望调整一出 中国股市迅速做出反应 第一财经5号率先报道 A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走弱 互指跌幅达到了1.67% 时隔一个半月之后再度失守3000点的大关 中国政府在宣布评级调整之后不久就予以反击 表示其对目的的决定感到失望 并表示中国经济具有高度的弹性 并且具有巨大的潜力 财政部在声明当中表示 房地产低迷的影响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并强调今年以来面对到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 动能减弱的背景下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高品质发展稳步推进 特别是三季度以来 积极变化进一步的增多 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 经济增长新动能也持续的发挥积极的作用 财政部预计第四季中国经济将保持回升向好的态势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计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路透社也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 目前已经加大美元的抛售力度 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 此外中国主权债务违约的保险成本 也已经升到了1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准 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分析指出 穆迪此举势必将引发连锁反应 阻碍中国通过国际融资 更吸引外资来提振经济复苏的努力 他说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可信度 而穆迪作为世界上三大信誉评估公司 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你是破落户 谁都不会把钱带给你 投资自然也不会过来 他认为当穆迪告诉大家中国目前是一个风险区 所有的资本走向就会绕过中国 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融资也好 吸引外资也好 还有中国在全球各地上市的公司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中方对穆迪上述评级展望调整的反应强烈 5号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失望 并变成中国经济保持文中向好的态势 并且房地产跟地方债务风险可控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受困于房地产市场信贷危机加深 地方政府债务岌岌可危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跟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 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强劲的复苏 根据中国媒体财经报导 中国央行行长潘公胜上个礼拜也公开承认 中国应该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 过度依赖基础设施 跟房地产投资的经济传统增长模式 但是他还表示 中国政府债务水准仍然处于低位 房地产金融外溢的风险也在可控的范围内 另外根据第一财经披露的中国发债资料显示 今年前11个月 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计约9.14万亿元人民币 这个规模首次突破9万亿元关口 远远超过2022年全年的发债规模 报导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目前主要靠的是 发行债融资债券偿还存量债务 并未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偿还 此举是回应中国一篮子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方案 通过了发行债融资债券来实现斩期降息 市缓风险 但是中国政府放债还债的举动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旅美财经学者正续光透露 中国各地政府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的缩减 地方中小银行融资平台 作为政府钱袋子的状态也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以债就债只是奉行拖延政策 他说这会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如果要通货紧缩的话 利率将会大涨 他说中国当局的高利率举债 将会进一步地加大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风险肯定是在增加 但是也是在退后 就是说这个雷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美国华尔街日报5号也警告说 中国巨额隐形债务的问题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报导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跟华尔街投行的评估指出 中国全国目前尚未长盘的表外 政府债务总额 大约为7万亿到11万亿美元 一旦中国经济陷入通缩 地方政府再继续支付债务利息 跟本金方面将难以为继 有经济学家指出 中国隐形债务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违约风险很高 其规模在4000亿到超过 8000亿美元之间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